这个是美术概念图 这是剧本 那个是原著 这次这个《窃女幽魂》的电影啊 是大明星和明朗的重头戏 找我们来当花衣设计呢 也是想在电影宣传上 多一些噱头 听上去还不错 现在的电影宣传 是最流行的时候 他们宣传他们的电影 我们借机宣传我们的公司啊 正所谓是一举两得 一举两得 一箭双雕 刺穷了 咎由自取 就这个宁采珍 分明就是享有一番奇遇 才硬闯蓝惹似的 我问你 换作是你 那寺里阴森森的还死过人 你会住在那儿吗 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呀 那如果有一个 活脱脱的小倩 在那里等我的话 我觉得我会的 所以啊 她根本就是被美色所幼 要我说 就算那妖怪弄死她 我也觉得不愿 你这个脑回路 怎么这么青蹄啊 人家观众买电影票 要去看妾女幽魂 谁会考虑宁采 留在寺里的动机是什么呀 你这太理智了 一点儿也不浪漫 怪不得年纪一大把了 还是单身狗一条 你就不是单身狗啊 我不是怕你寂寞吗 没人要还尊敬 你恋爱绝缘体验 你那分泌是挺好的 变态实话 好 老板 爽 爽 爽够了吗 爽 爽够了吗 干活儿 艾伦 艾伦 岑 艾伦 迪幽魂 念柴辰 柴辰哥哥 是我聂小倩 柴辰哥哥 是我聂小倩 聂小倩的衣服不是白色的吗 等等我呀 谁想来的具体是挑我不抖 是逃跑 你不扑我 那只好我扑你了 我扑你了 你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家什么人在想哥哥 你不是真的我叫人吗 我忘了 哈哈哈哈 爷爷 别怕 我保护你了 看着我 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啊 鬼 鬼 47 鬼 鬼 鬼 来 宝子定计 是老啊 我就算是个鬼 我也是聂小倩 我怎么会是树妖啊 戏份那么少也没有存在感 死薄罕 你才是树妖 你们全家都是树妖 这难道是在暗示我 我只是个配角吗